各位同学,咱们通过前面的三道题目呢,咱们了解了什么叫做定义心理算 在定义心理当中,如果有了括号,我们要优先算括号里面的 那当然了,还是有一点关于想的方程的应用 那接下来呢,咱们的第四道题目可以看成是对于上面的一些题目的一个综合性的回顾考察 当然了,也加入一些点新的元素 所以呢,咱们到了第四题为止 咱们今天关于定义心理算的第一种类型,就是基本提醒的考察 也就差不多,要学习完毕了 所以咱们来抓住例子最后一条题的机会,来来巩固一下吧 好,例子第一小题,规定A,那来一般就读成圈差B,就这样读了 A圈差B等于A乘以3,加上B除以2,其中A比都是自然数 好,第一小题,让我们来算一下6圈差8的指示多少 那相信经过了几条题的训练之后 那对于我们来讲,做这样的计算应该就变得非常的有刃有余了 那这个缺叉表示的是什么样的议算呢 那就是铁面的数乘以3,加上后面的数除以2 好了,那给同学,来,又到了暂停 需要你自己动笔,来进你们计算的时间了 好,请暂停一下 好了,亲爱的同学,怎么样?6圈差8,算完了没有? 算完了 好了,那这个最后算的结果,我们来对照一下 应该当于22,怎么样? 做对了没有? A,第一个胜利的手势 好了,第一小问太简单了 好,那我们马上来看下一小问 诶,有变化吗? 大海老师 嗯,你说你拿来拍呼噜人了,对吧? 对对对,这没有变化 原来是你知道啊 是吧,好吧 还真有大声的 好了,各位同学,仔细读一下题 还是有点小变化的 咱们刚才要求的是6圈差8 那现在我们让你求的是8圈差6 那不用 好了,我朋友说了 嗯,你还是糊润人 那不跟刚才一道题一样的答案吗? 不还应该是22吗? 嗯,那也就是说 在教育当中我们就觉得 6圈差8和8圈差6 应该是相当的吧 对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像2乘3,3乘2 啊,结果我们学过的交换率嘛 对不对 2加3等于3加2 2乘3等于3乘2 那在这里面应该也是一样的呢? 好了,是不是一样的呢? 不是你说了算的 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是人家知道题 说了算的 你动手算一算 8圈差6等于多少吧 怎么样,各位同学 算完了吗? 算完了吗? 算22吗? 好,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那我们会发现 8圈差6最后算的结果 是等于27的 是不等于22的 那也就是意味着 这是不是相当于 有同学 是不是又犯了像刚才 咱们嘉莱老师找路的那个 找的错误了吧 那就是我们觉得 你的交换位置 应该结果不变吧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在定义清算当中 你交换了两个数的位置 它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一样的吗? 不一定 就不一定了吧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做定义清算的时候 像这种运算率 对于同学来讲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不像那个户号变算 就能够立马翻移过来 使用了 也就是说 希望同学要注意一点 在我们做定义清算当中 运算率是不能够轻易 就来上来使用的 除非你能够说明 它们确实交换完之后 据算的结果相等 那才可以 否则你不能想当然的 就认为它应该是相等的了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问 加入一个新的小考题 那就是告诉胡姐们 在做定义清算当中 运算率可是要注意一下的 好 那接下来 咱们看第二小问 定义清算 信号 为A生B 它表示的是 A乘以B 减去A加B 那这个表示的是什么运算呢 就是 那就是信号前后两个数的成绩 减去这两个数的和 好了 那第一小问呢 让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和这个分别是多少 诶 区别在哪里啊 一个 先算三 先算四 一个先算十二 先算三 换句话说 是不是就是括号的位置 是不是有所改变了吧 好了 那同样的各位同学 那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了 那有括号 当然一定是要优先算的 好 又是一个关于计算部分的考察 各位同学 不要嫌麻烦 因为我们都知道 计算是我们在做整个数学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基本功了 这个是一定要练好 练扎实的 否则 否则 那在我们以后的学习或者考试当中 你会发现 老师因为计算丢分 就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了 怎么样 各位同学 这个算完了没有 现在自己算完咯 好了 如果你已经算完的话 那我们同样一起来对照一下 黑板上所给的题目的答案 因为具体的计算方式 肯定就是照着这个来计算 三星四 那就先算三个四的成绩 再点三个四的和 算完再跟十二一算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咱们注意来看答案 第一个 这个算完的结果应该等于四十三 对不对 对 好 第二个算完的结果应该等于五十九 全队了 太好了 全队要给自己鼓个掌 对吧 盖个小金 对吧 要鼓励一下 真的很不容易哦 好 大家在这里面 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其实如果抛开括号 它是不是要算的东西是一样的吧 但是我括号是不是先加在了后面 第二个是不是先加在了前面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质责运算的话 大家会发现 比如说在乘法里面 那括号先算前两个 或者先算后两个 有没有影响 没影响 这个叫做成法或者加法的结合率 对吧 但你也发现 在进行训算当中呢 不一样 又不一定是成立的了吧 所以通过这个 再给同学们提个醒 运算率千万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 除非你真正算完 它是相等的 所以咱们的第二个就来了 这个运算有结合率吗 没有 当然就是 我们有的了 那在这里 大家都是一个小小的思考问题 那在这道题当中 就是这道小题当中 这个运算 有没有像刚才第一题的那个 交换率的存在呢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理由又是什么呢 你就算算 三星四次跟四星三次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呢 好 作为一个小小的课外思考 自己来研究一下 当然呢 如果有同学 你已经把它解决完毕的话 可以不妨在论坛 或者是在爱老师爱老师的 勾行当中 来告诉你的理由是什么 好 最后第三个小问 哇 有点小心苦 对吧 但是坚持就是生命 因为是一道综合性的考察题目了 好 如果三 圈儿差 不是不是圈儿差了 三星 阔弧 五星 X的结果 等于三 让我们来求一下 X 应该等于多少 好了 有了括号 同时还有了一个 未知数 所以最爱然 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评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有括号 是不是就先算 括号里面的呀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算出来 五星X 按照题目要求 那就应该表示的是 这两个数的成绩 再减去这两个数的核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这个 三星 四星 阔弧 五星 X 那么这个 阔弧里面的 狮子就变成了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是 五X 减去五加X的核吧 那我们稍微做一下整理 把框打开 五X 减 减五 再减 再减X 那这应该等于 四X 减五 好 那也就是它变成了 四X 减五 好了 那么现在我要做的事 就是三 跟后面括号的这个式字 它们运算完的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吧 那同样按照我们定义计算要求 那它表示的仍然是 星号前后两个数的成绩 减去它们两个数的核 那就是三乘以 四X 减五 这里稍微同学们提示一下 在这里面 因为我暂时不知道 X的取值 所以这个括号算完的结果 我是并不清楚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括号 看成一个整体 当成一个数 来跟三 进行相应的运算 就可以了 这也说我们以后 会经常用到的 解析的很重要的方法 这种整体考虑的思想 好了 那再点去它们两个数的核 三加上四X 减五 好了 那么根据什么要求 这个算是最后是等于三的 那我上面数就得到了一个方程吧 那把这个方程一起 X是多少 我是不是就求出来了 好 基本的思路是这样子的 那同样的 请同学们来自己 继续把顺利的过程完成 如果你已经完成完毕的话 那就跟随大老师继续往下看 如果还没有 请一定要按住哦 按停哦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解析过程 那最后 首先我们先来计算 括号里的五星X 整理一下14X-5 那么三星它就变成了三星4X-5的差 最后整理一下它应该等于8X-13 按照题目要求 这个算式的结果是等于3的 所以我们就解出来了 X应该等于 所以这条小题 最后的结果 X是等于2的 好了 各位同学 例子作为一道小小的综合复习 把我们前文所讲的知识和内容 又重新的回顾了一下 那在这里面 是要同学注意的 第一个 括号优先算 仍然是满足的 而第二个 也是例子带给我们的新鲜要求 那就是运算率 在我们第一期训算当中 可是不一定能够轻易成立的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小心哦 刚才的第四题 还是蛮有点挑战和难度的 是不是稍微有点累了呢 所以作为善解人意 善良的大海老师 那在这里 咱们就来一个小小的题目 稍微的轻松一下 我们的中场休息 刚刚有空说 老师轻松到哪 然后雪尔斯贝四年级视频 又是到考题 轻松吗 这么多事 没关系 咱们第一组 你就会发现 真的很轻松哦 一般我们都认为 手枪指向谁 对吧 那谁就是有危险的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给了一个规则 换句话说 给了一个例子 那同学们能看懂吗 规定警察拿着手枪 指向小偷 最后留下的是警察 在这里 如果小偷拿着手枪 指向了警察 最后留下的是小偷 那个就被干掉了 被干掉了 换句话说 就是很符合正常想法 对吧 就是拿手枪指向 谁听我说了 谁就有危险嘛 就可能被干掉了 那拿着手枪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留下了吧 对 好了 那现在如果看懂这个规则呢 那请那个告诉我 那下面我给的这一堆手枪 最后留下的应该是谁呢 猎人 小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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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 那有了刚才的这个学习 简单吧 有括号 先算括号里面呢 第一个括号 猎人拿着手枪 是不是指向了小白兔 这个比较进场是吧 那就猎人去追捕兔子嘛 对吧 好了 那小白兔被干掉了 所以留下的应该是猎人 好 第二括号 太神奇了 白兔 拿着手枪指向了山羊 所以那很明显 留下的应该是谁呢 白菜 那留下的应该是白菜 那么最后是不是就是 猎人 手枪 白菜 第三者了吧 那这次最重要是看看 这手手枪拿在谁的手上吧 白菜 手枪是这样子的指向 所以很明显 是拿在了白菜的手上 所以白菜拿着手枪 咔 指向了猎人 所以猎人被干掉了 那么最后留下的居然是 白菜 白菜 对吧 好了 那你发现 是不是很欢乐一段小题 一点都不难吧 最后留下的是白菜 好了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我们的定义清算 除了可能像刚才那种 需要有纯的数字认算之外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出现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 可能不太需要你动笔 去认算 只要你动脑去思考 看明白它的规则 结果可能会直接给出结果了 当然了 对于这道题目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出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手枪指向谁 谁是不是就被干掉了 那在这里按照我的思路 是不是两个括号算完 再来算最后这一步吧 那这个时候 这个手枪指向的是他 所以这边算完 无论留下的是谁 是不是都会被淡掉吧 那我只要看这边留下的是谁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留的是白菜 当然剩下的也就是白菜了 好了 各位同学 这道小题 并不难 同时也告诉各位同学 定义清算 可不是只有算的哦 有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动脑去想好了 那这道题目 可能答案自然而然 也就出来了 那这道题目的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